哈喽 欢迎回来 由于频道前段时间停更太久 导致YouTube的演算法 现在不再推荐我的频道 导致我的观看次数骤降 希望以目前的观众朋友 能够顺手帮我按个赞 留个言人多力量大 因此之后不论如何发生什么事情 我每天也要找到一些 暖心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要分享的一个故事呢 就是曾经充满中国梦的台湾小粉红 对 你们有听说 台湾也有很多的小粉红 我不知道以目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身边有没有小粉红呢 可以分享在留言区 我们之后可以一起来回顾 我来互动一下 今天要讲的这位台湾小粉 分享他如何三次被铁拳打起 最终从审讯室和精神病院中 私立逃生的故事 这位年轻人 他是如何面对无情的现实后 重新审视他对于大陆的情感与信仰 我觉得大家要保持一种理性跟客观 就像有些台湾朋友会觉得 大陆也没有什么好玩的 没有什么吸引人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不够客观的 所以我常常也会说 大陆其实好山好水 有很多非常棒的风景 其实每当我讲出这些东西的时候 有些网友会呛我是什么大外宣 其实这个我是多少要 至少不管是做节目还是做什么 至少要保留一些客观 不能为了去迎合观众 就是说一些可能你内心不认同的 我觉得如果反过来说 大陆你有没有什么好的 值得去的地方 我觉得还蛮多的 因为我是本身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保持一个客观 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 你一昧的只看到一个国家的好 也是不对的 接下来的台湾小粉 就是他曾经一昧的只看到中国的好 但是他接下来分享的内容 显得他在中国大陆的经历 是多么的荒诞 但由于他的家庭因素 这位台湾青年从小就是亲共人士 我相信目前很多台湾的小粉 或者台湾观众朋友们 应该家庭状况有这种类似的状况 就是这位台湾青年从小就受家人影响 他就是一个亲共的人士 我觉得亲中还好一点 对吧 其实你可能喜欢中国的流行文化 抖音什么之类还好那么一点 但是亲共我就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原谅 毕竟那共产党 它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词汇 它是要来侵犯你的 但是你还去亲他 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但是你说亲中这些 像我小时候我也会亲台 哈韩哈日 我觉得这些都还好了 但是亲共这个就有点过了 所以说我希望你目前的观众朋友们 亲共这个真的是不要 他家里人 包括他自己就是亲共人士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粉红 他相信中共所宣传的一切 就是整天看的新闻台 无非也就是中国的电视台 以及央视等等之类的 2022年的时候 就是疫情的时候 他就旅居上海 旅居上海的他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找不到工作在中国 然后中国又封城什么之类的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很多人在 只能用网络跟外界去交流 所以他在上海的 他的住房中 当时就在滑手机 突然一声巨响 大门被撞开 只为中共公安警察 冲进来把他压在地上 双手用手铐反靠 然后给他戴上了头套 直接拉回了派出所 那在审讯的这个痛苦当中 他就想着 千万不能顺着中共公安的 这个想法去认罪 因为这样 否则他可能就会被关起来更久 就很难再出来了 他也很聪明 可能是因为正是因为之前 对于大陆有信仰 所以说多少了解到一些东西 只是没有办法证实 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就证实了 原来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期间 让他撑下去的唯一信念 就是他一定要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他就得救了 只是台湾这两个字的意义 不再只是家乡 也是一种希望跟信仰 之前可能信仰是大陆 现在才知道 真正的信仰跟希望 就是台湾 台湾还是现在有一群蓝帕族群 就即使都逃来台湾定居三代了 但还是不愿意落地生根 那这样的可能就是基于 我刚刚讲到的 可能是原生家庭的价值观的灌输 让在台湾生活 享受民主自由人权的下一代 对于国家土地的认同 还是处于这种错乱的状态当中 我爸爸他本身就是一个 大中国主义者 想要当个台湾真正的中国人 觉得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也就是以前那套洗脑式的教育 我之前比我爸还典共 2013年的时候去中国旅游 我记得有一个团人说 这中国这菜怎么那么难吃 我就当场就跟他搬远了 当场我跟妈妈说 你怎么可以说中国这些菜难吃 包括我在家里面都是看央视的 所以你之前 封控那时候去中国的还是说之前就有去过来 封控期间 之前是旅游比较多 封控期间是去中国旅居 2022年 2022年 对 2022年 就去年而已 去哪里旅居 上海 可是你就知道那时候中国大陆那边 可能封控 或是说疫情很严重 那为什么还要去那边旅居 去那旅居的契机是什么 我原本 不是很清楚 再加上我原本 就是一个港南京 别人就全共 其实就这个粉红你知道吗 就是粉红台湾人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相信国家相信港 这样子 相信中国应该会好起来的 就没想那么多 就去博物看 你是想要去那边赚钱 可是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没有 我不是说越收入4000吗 咖啡厅服务员越收入4000 还有更低的 看到2000多 1000多有 那时候我还要给你存款的关系 我就觉得生活起来还好 但是你用单4000来生活 我会觉得你又过得非常困难 可以谈一下 转变的时机点是什么时候 转变的时机点 就是我去中国那段时间 刚好是清零封控期间 我就看到很多 包括路上有一些中国人被公安欺负 尤其是我们小区的人 在在封控期间 就是除了阳性的人 被不能告的对待 被戴上头套 然后送进 类似有点像球车的车子里面 我们小区的人就出来抗议 我就当场上到公安 现场就拿警棍就打人了 我听很多周高的中国朋友跟我说 共产党把一些菜 他们故意放到烂掉 也不分发给小区 那你还有看到什么 类似这样的一些故事吗 在游历的路上 遇到一个中国人 我跟他聊了一下 他跟我说 他家之前被强拆 他被强拆之后 后来政府一分钱不给他 就很多 我那时候开始就觉得说 共产党不讲人性 从上面的命令下来到下面 层层加码 不管你人民的死活 反正按照他自己定的政策 来办事情就对了啦 刚刚自己被写钱的经历 我彻底出行了 而且我要为更多那些 被共产党欺压 被共产党迫害的那些人发生 因为你看到这些人 他把他写成一些私质 警察就来敲门了 我就把这些拍下来 然后写成一些 讽刺的文章跟私质 发表到微博上面 警察就来敲门了 就说 你是张玉轩是不是 麻烦你给我到公安局走一看 你好像 你是不是犯了事情 你自己心里清楚 就把我带走了 但是公安局第一次是喝茶 四五个钟头 就放我离开了 喝茶的情况你不会共... 他叫我一些悔过书 说什么张玉轩我本人 因为发表不干言论 在网路上 触犯了党跟国家的一些法律 保证以后 不会再... 再一个怎么样 就签名这样 第一次是这样子 第一次他还通过我说 明明我下次早上要犯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你很疼就要入狱了 这样被抓进去关了 那一次你应该也是... 很恐惧 想说 奇怪 我在台湾写这些东西都没事 我只不过是表达我的言论自由而已 为什么连这样都不行 那时候就开始很认真的反思说 共产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政权 中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那时候都一直在反思 更后面都不干的写文章 你们继续写 四处有力 看到什么 有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 就把它写下来 第二次公安上门 情况是一样写文章写诗词 这次起来比较过火了 这次想要说赤货 就是骂共产党赤货 然后说他灭亡什么东西的 就想要这些 后来公安局就在那里破门的路 撞了洞 直接把门都拆开 所以就把我压住在地上 把我用手套靠起来 压上警车压在公安局 他们有把我的头盗 走了差不多我记得是10到15分钟 走到一个密室里面 他们把我的头盗拿下来 先是坐在一个椅子上面 它是一个有脚靠跟左靠的一个椅子 他们就问我说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事情了吗 我就说我不知道 说你是不是卡丹派过来的电底 他问我这句话 后来他们把我掉在 掉在那跟上面的链子是在一起的 我跟 掉了 他电击棒的电舞 电影哪里啊 头 身体也有 就这样过了三天 我每天都完全不吃不喝 电击棒 一直垫我的身体这样 他一直逼问我说 是不是 台湾派过来的间谍 他们就是要你承认你台湾的 对他们就是要我承认 我是台湾派过来的间谍 我刚才是完全不承认 否认到底 然后他们后来看没办法 就把我放出来 三天不给你东西 不吃不喝这样子 掉着 这怎么承受得了 整个人真的是死掉了 你知道吗 我感觉我的灵魂都要从身体抽离了 而且那天房间还有其他人 我看还有其他四五个人也被掉在那里 因为我去过西藏 我懂他们的一些语言 他们的语言好像是少数民族的语言 其他旁边掉着的那些人 我猜应该是新疆或西藏来的 他们有些精神失敞 大吼大叫 有些不会动了 那时候是有什么样的信念 让你能够撑过那三天 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 想要让我回台湾 我不能够把这些事情曝光出来 所以就报个一个信念就是说 我一定要回台湾 把这些事情曝光 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感觉是 例如说承认罪行 他们是不是会因此放你出来 会吗 他们不会 他们会把我判了罪 然后就是 就像李明泽 怎么顶覆国家政权 所以那时候没有别条路 被否认到底 不然就完蛋了 就像李明泽那样就被判刑 对 所以我现在也是被中国通弃的 我现在也不能入境中国 那三天他们怎么让你出来 因为你失败否认 我失败否认后来他们就 把我的手铐解开 就把我放下来 他们就直接把我丢出公安局了 就直接找两个人把我抬出公安局 抬到外面放着 这样 因为你那时候其实 应该是想很虚弱 没办法走动 对 那时候我用 我怎么说也不是用爬的 应该说我那时候慢慢站起来 慢慢恢复意识 就回到我反而的地方 但是走了很久 我不知道走多久 后来去医院 那时候有没有检查出什么样的伤口 就是脑症杠 有一些器官有受到冲击 我的忧郁症 后来就更严重了 你那个讲话的情况 也是在这个时候更严重 对 就只有口齿不清的事情 先天是有一点点 但只有一点点而已 被他杠子都搞下来之后 我回来被医生判定 我又更严重了 这一次之后 那怎么还会有第三次 因为这个太恐怖了 已经再恐怖到 你其实就想要回来的 还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回来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 第三次的抓捕 你又有写什么还是吗 没有 我持续都一直在写 在那边的 第二次出来之后还有在写 第二次出来 我就试着想把我第二次进去的那段经历给曝光 给大家看 是因为这样 他才会有第三次 去我家把我压在地上 导致我给我运过去了 撞到精神病院 我醒来 然后 那医生自然他问我说 这也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你不要乱跑 等一下会有人来接收你 他们人就走了 我就知道就完蛋了 我被送来精神病院 赶快我就跑了 你知道吗 我就找那个楼梯 看哪里可以出去 先跑 走了一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跑出来供容 因为他那个门是关着锁了 我还爬墙 翻过精神病院 墙过去 逃出去 翻墙出来之后 你就一路狂奔回去 对狂奔回去 我就赶紧叫我家人帮我订机票 我发觉很奇怪 他们没有通缉我 他们没有发现 人不见了 后来通缉我 就说一定是 他们的行政 互不隶属 互不管理 因为封控期间嘛 你也知道 他们的行政很混乱 我趁的时候 我就赶紧叫家人订机票 最近的日期 赶紧到飞机上面 我来看一口气 所以距离 你逃出来到上飞机多久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 那你一定是心惊胆跳的 对 我每天 Q都吃不下 喝不下 不吃不喝 很想赶紧回来 感觉自己快完蛋了 下飞机 踏上台湾的土地 的感觉是什么 那时候 我觉得说 不 我今天喝得回来 太不容易了啦 觉得说 真是神 真是有在 照顾我 那时候的粉红思维 你现在回头看 这样的粉红思维 你会怎么说服 我觉得我应该 欠当时的我 都去看看一些 被迫害的那些人 都去接触一些 红色媒体以外的媒体 都去看一些 自由世界的媒体 不要去接触一些 红色媒体 一定会有很多酸民 就是说 中国大陆 要受共产党毒害的人 他们会说 你就不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就不会这样对待你啦 对于这样的说法 你的回应是什么 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不要骂政府 就没事了 不要去跟政府对抗 就没事了 但他们没有想过说 就是我的人权 我生与生俱来的那些 生来的那些人权 那些价值 就是我的观念里面 带给我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权 我们每个人 不应该受到政府的迫害 可是在他们中国的眼里 就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我觉得共产党带来中国人民的 就是无尽的苦难 别人都说共产党很强大 但我不觉得共产党很强大 我觉得反正共产党是很脆弱的 要是中国人民的团结起来 一起要把它推翻 我觉得是能够做得到的 很多台湾觉得 反正我也不关心这些政治上的事情 我就去赚 赚完钱我就回来 你有没有什么话跟他们说 我觉得赚钱还是要凭良心的赚 你不能去赚那些没有良心的钱 中国共产党的钱你也敢赚 他让你赚钱的同时 他一定也是要你付出某种代价的 就像你的企业在中国 会有党支部一样 不可能让你无偿的去赚他的钱 一定是你要付出某种代价 或是你要对他 不够帮助他统战台湾人 所以我觉得说 去中国赚那些重钱 还不如不赚来得好 真的站出来真的是非常勇敢 台湾需要有这样子 清真经历的声音 这样子跟大家分享 很谢谢你 我想说 明显中国是没有人权的 你要爱中国 要喜欢中国 你就搬过去住 一段时间跟我一样 你就会体会到 怎么叫做没有人权 在中国你就不是一个人 你是一个韭菜 你是一个人况 你知道吗 跟你讲在中国很难赚钱 你一个人跟那么多韭菜竞争 你怎么竞争得过 所以他开出的薪资还这么低 刚我们看到这位台湾青年 他自己也是YouTube频道的 而且他的频道内容 基本上都是在反台读 呛台读 所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共频道 结果一趟中国的旅居 就让他认清了这个真相 原来在台湾以为 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人权跟自由 在中国却是看得懂 但却永远体会不到的名词 幸运的是 由于他是台湾人 所以最终还是回来了 能够告诉墙外的 这些小粉红亲身的体悟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故事虽然荒诞不惊 但是却是真实发生过的 这不仅是个觉醒的故事 也是对于自由和人权的反思 希望这位台湾的小粉红的经历 能够让营幕前的 也可能是现在还处于台湾的 这个小粉红 或者是亲共等等的 这些状态的台湾朋友们 能够意识到有时候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一个巨大的鸿沟 那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解释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赞留个言 因为这对于一个 停更很久的频道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人多力量大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我们下期见